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后与慈安并尊 称圣母皇太后 就此开始了她的掌权之路 从此之后的长达半个多世纪 慈禧一直处于权力的巅峰 并且渐渐地成为清朝唯一的实权控制人 那么 慈禧度过了这么多年的风光时光 她的最后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说起来 慈禧的死亡原因非常的蹊跷 那是因为光绪帝与慈禧的死亡日期仅仅相差一天 甚至连二十四个小时都不到 那么 光绪帝是如何死的呢 近代专家经过研究 最终确定光绪帝是死于三两化二身过量致死 也就只说死于批双中毒 那么 给光绪皇帝下毒的人是谁呢 慈禧与光绪皇帝的死亡日期仅仅相差不到一天 光绪帝被毒死的第二天下午 慈禧也是宫中病逝 所以说这几中就有一个可能 是慈禧加害了光绪帝 最终导致其死亡 根据清世后裔书法家启宫的描述 启宫的曾祖父 也就是时任礼部尚书的普良 曾亲眼看到太监从病重的慈禧宫中传出一个盖碗 这个盖碗当宫装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了 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酸奶 据当时记载奉命给光绪帝送去的正是慈禧 并声称这是送给万岁爷的 而在光绪帝喝完这个他了之后 就开始肚子疼 之后不久便毒发身亡 可以推测出光绪皇帝身亡 与慈禧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慈禧为何要害死光绪皇帝呢 这还得从慈禧入手 慈禧患有意见 并且时间不短 这让他经常感觉自己时日如多 所以想要安排后事 但是慈禧知道自己死后 光绪皇帝肯定是非常的不安分的 所以事先决定先除掉光绪皇帝 在光绪皇帝死后第二天慈禧也在宫中病死 除了害死光绪皇帝外 慈禧还留下了一条 让人废解的遗嘱 大概意思就是说 在慈禧死后防止后宫女人掌权 这条遗嘱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从一个统治清朝长达半个世纪的女人 慈禧口中说出来就非常的令人深思了 而慈禧死后 清朝也在动大不安的年代 最终完全覆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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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